昔日恋人旧情复燃 女子不惜离婚与已婚男人同居 男人不仅对女人实施暴力 还对女人的孩子下狠手 男人的行为会触犯哪些罪名 这场婚外恋情又会如何收场 邂逅前男友之后 法律讲堂已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破镜重圆是一则成语 比喻夫妻失散或决裂后 重新团聚与和好 破镜重圆当然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 就是一对破镜重圆的恋人 但即使是破镜重圆 也无法做到完好如初 因此我们案件的主人公 在重逢后不但没有恩爱永久 反而演练了一场人间悲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我就讲给您听 2019年的一天晚上 某小区的邻居们正在院子里聊天 突然听到了救护车的警报声 随即看到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开了进来 医护人员迅速下车 抬着担架冲进了楼道 在邻居们的经意和猜测中 很快就看到医护人员 抬着一个昏迷中的小姑娘 后面跟着一对中年男女 男的高大健壮 面无表情 女的瘦弱文静 卑卑气气 怀中还抱着一个诱饵 救护车很快就拉着他们 往医院驶去 看到救护车驴去 围观的邻居们纷纷骂了起来 那个姓钱的真不是个东西 经常打孩子 现在终于打出事了 是啊 刚才我还听见孩子的哭声 孩子他妈也不是个东西 老公打孩子他为什么不管 众人议论中的孩子父母 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 钱洪亮和秦敏 救护车把小姑娘 拉到了医院以后啊 医生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小姑娘身上是伤痕累累 就皱着眉头问钱洪亮和秦敏 这些伤疤是怎么回事 秦敏张嘴想说话 钱洪亮啊就急忙拦住了他 笑着对医生解释说 这个女儿平时很淘气 这些伤疤呀 都是他自己磕的 医生用怀疑的眼神 看着他们指着伤疤说 有磕成这样的吗 你们是怎么做的父母 钱洪亮和秦敏都不再说话了 在疾病面前救人要紧 经过医生的紧急救助 小女孩慢慢苏醒了 医生将钱洪亮与秦敏叫到一旁 告诉他们 目前孩子的伤情很严重 还需要留在医院观察几天 没想到钱洪亮的反应 出乎医生的意料 钱洪亮说 我们现在没钱 还是回家调养吧 医生生气的说 孩子的情况还没有稳定 不能马上回去 结果就在他们的争执声中 秦敏抱着诱饵 始终没有说话 医生和钱洪亮 各持己见 相吃不下 这个时候 突然来了几位 穿制服的警察 询问 刚才是你们谁抱的警 这个时候医生挺身而出 我抱的警 这个孩子涉嫌被家暴 民警听医生介绍完情况以后 又查看了小姑娘身上的伤痕 严肃地问钱洪亮和秦敏 你们是孩子的家长吗 钱洪亮和秦敏都点头说是 民警对他们说 孩子伤成这样 你们已经涉嫌虐待和伤害 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 钱洪亮和秦敏被带到了公安局 然后民警对他们分别进行了询问 在民警的讯问中 钱洪亮依然否认自己对孩子实施了家暴 他坚持说 孩子身上的伤 是自己磕的碰的摔的 而秦敏面对民警的讯问 一开始也是沉默不语 当民警严肃地指出 经过我们公安局的法医初步判断 这孩子的伤情已经构成了重伤 天底下没有见到你们这样狠心的父母 秦敏听了以后 捂着脸哭了起来 懊悔地说 都是我造的孽 民警闻讯以后吃了一惊 难道是母亲打的孩子 看他一副瘦弱的样子 没想到动起手来竟然会这么狠毒 民警就严肃地说 你把孩子如何受伤地经过 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们 如果你故意说假话 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民警们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从秦敏口中听到的 不是他打了孩子 而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钱红亮和秦敏不是夫妻 他们曾经是中学同学 在上高中的时候 两个人开始谈恋爱 双方的家庭都怕他们谈恋爱 影响学业 所以间接阻止他们谈下去 但是他们两个人爱的是死去活来 不愿意分手 无奈之下 秦敏的父母就把秦敏转学 转到了另外一个学校 随着日子的流逝 他们的初恋不久以后就无稽而终 钱红亮和秦敏从学校毕业以后 各自找了工作 又都分别成家生子 钱红亮到外地做起了生意 秦敏医学专科毕业以后 回到他老家 在一家医院里工作 十几年过去了 他们两个人没有再进行联系 2006年的一天 秦敏正在医院的导诊台工作 突然听到有人问 去那科怎么走 秦敏抬头一看 他顿时愣住了 问话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初恋男友 钱红亮 而钱红亮这个时候 也认出来了 眼前穿白大褂的这个人 正是他的初恋女友 秦敏 冥冥中的缘分 让他们两个人 重新相逢 看完病之后 钱红亮约秦敏出去吃饭 两个人抚襟追悉 畅叙别后之情 然而此时的秦敏 没有意识到 这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竟然让他从此坠入 痛苦的深渊 钱红亮和秦敏重逢以后 钱红亮天天来医院找秦敏 秦敏就告诉钱红亮 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秦敏就痛苦地总结 家庭带给他的 只有苦涩和泪水 他的婚姻已经明春失亡 钱红亮也说 他老婆是别人介绍的 两个人也没有什么感情 他长期在外地做生意 这次是回来过春节 才得以和秦敏相逢 你看 这两个初恋情人 同病相连 与自己的配偶都没有感情 与家庭也没有什么联系 而都对当年的爱情刻骨铭心 钱红亮和秦敏旧情重燃 他们后悔当初没有坚持爱情 重逢以后很快就打得火热 过去是恋爱 现在是偷情 所以他们都觉得不自在 钱红亮就动员秦敏和他私奔 秦敏觉得要和钱红亮好下去 那就要正大光明的 两个人离婚后再结婚 钱红亮听了以后 他表示同意 说这个主意好 也愿意和老婆离婚 秦敏和丈夫离了婚 与钱红亮住在一起 没想到 秦敏很快就遭到了 钱红亮的嫌弃 你是不是天天在家 无所事事闲的了 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钱红亮本性暴露 不断对秦敏实施家暴 正当秦敏决定分手时 又出现了新情况 秦敏怀孕了 他想有了孩子 钱红亮肯定对自己就会更好 那么这一切会如秦敏所愿吗 钱红亮得知秦敏怀孕了 又会怎么做呢 邂逅前男友之后 正在播出 秦敏勇敢地向丈夫提出离婚 丈夫本来和他没有什么感情 再加上秦敏没有生男孩 为他家传宗接代 所以他也正在想办法 让秦敏腾龙换鸟 他没有想到 秦敏自己先提出了离婚 于是秦敏的丈夫就痛快地答应了 没有婚姻约束的秦敏自由了 他与钱红亮见面的时候 把离婚证给他看 问他 你什么时候能离婚 谁知道钱红亮 愁眉苦脸地对他说 我老婆坚决不同意离婚 说我要离婚的话就得净身出户 秦敏说 为了爱情 一切都是值得的 钱红亮说 不行 我把钱都给他了 咱们今后怎么生活 秦敏一听也有道理 他就问那怎么办呢 钱红亮说 咱们两个人先一起走 然后我再慢慢地拖他 最后让他自己提出离婚 大家知道 恋爱的人都是短视的 秦敏也不例外 他觉得情郎的决定 是为他们今后好 就决定和钱红亮私奔 他也不顾家人的阻拦 就从医院辞了职 把女儿扔给了婆家 自己义无反顾地 跟着钱红亮去了外地 钱红亮和秦敏 在异乡开始了同居生活 一开始 一切真是幸福的模样 钱红亮兑现了他的承诺 他不让秦敏出去工作 自己做生意养着秦敏 而秦敏幸福地 在家中做了全职太太 每天期待钱红亮 回来和他甜言蜜语 但是半年以后 他们再续钱源的甜蜜 慢慢变味了 钱红亮回来 也不和他腻味了 而是一个人喝闷酒 秦敏一看他这样就问 你怎么了 钱红亮不耐烦地说 生意上的事你不懂 问什么问 秦敏虽然心里不高兴 但是他也不想惹钱红亮生气 只能闭口不言 没过多久 秦敏发现 钱红亮不仅整日戒酒交仇 还开始嫌弃自己 钱红亮态度的转变 让秦敏难以接受 一天晚上 钱红亮又沮丧地回到家中 秦敏呢 殷勤地把饭菜端上桌 钱红亮又独自喝了起来 秦敏一看呢 就憋不住地对他说 酒喝多了对胃不好 钱红亮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不是天天在家 无所事事 闲的了 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秦敏啊就感到委屈 是你不让我出去找工作的呀 说着他磨起了眼泪 钱红亮更烦了 你真是一个扫走星啊 来了就让我倒霉亏本 秦敏听了以后 我就不客气地说 生意是你自己做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钱红亮一看你 秦敏敢顶嘴 伸手啊就扇了他一巴掌 秦敏不甘心认他欺负 就还手推丧他 结果钱红亮对秦敏 拳脚相加 把秦敏打得是哭声震天 邻居为此向110报了警 当民警上门制止时 钱红亮急忙以 我们是夫妻矛盾 现在已经和好了为由 进行搪塞 而秦敏呢 也不想让钱红亮被处罚 只好跟着钱红亮一起遮掩 说我们两个人已经和好了 民警问 秦敏你要不要验伤 秦敏呢急忙摇头否认 民警就严正警告钱红亮 你不得再犯 之后啊民警就走了 民警走了以后啊 钱红亮恶狠狠地对秦敏说 你给老子招来了警察 以后你再好我就打死你 此时秦敏才彻底看清 眼前的钱红亮 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温柔的情人 而是一个脾气暂的蜡夫 他开始纠结 还要不要继续和钱红亮生活在一起 秦敏陷入了犹豫之中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但竟是他的日子 我过够了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只不过是他的住气口而已 我该离开他了 秦敏下定决心以后啊 他就对钱红亮开诚不公地说 到现在你还没有离婚 咱们两个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也不想当第三者 虽然钱红亮脾气暴躁 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秦敏的温柔 也知道离开秦敏 他再也找不到对他这样好的女人 因此啊 他就骗秦敏 说我马上回去办离婚手续 秦敏是离婚以后 才和钱红亮住在一起的 他也不想轻易放弃找回的爱情 所以他就问钱红亮 你什么时候能办好离婚手续 钱红亮马上表态 我明天就回去办 钱红亮第二天就走了 一周后他拿着离婚证回来 给秦敏看 秦敏看过之后信以为真 不由地对自己未来又产生了期待 不久秦敏怀孕了 他想有了孩子 钱红亮肯定对自己就会更好 于是他就告诉钱红亮 咱们有孩子了 钱红亮听了一愣 想了想看着他说 有了那你就生了吧 从这以后啊 钱红亮果然收敛了许多 虽然他不开心的时候 仍然骂秦敏 但是已经很少动手了 秦敏怀孕以后啊 他开始想念自己留在老家的孩子 他就对钱红亮说 我想回去看看女儿 钱红亮怕他和钱夫联系啊 就说不行 你走了以后家里没人 秦敏呢不敢忤逆钱红亮 他就把对女儿的思念 埋在了心底 随之就在这个时候 秦敏的前夫给他打电话来了 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已经管不了女儿 让秦敏回老家把女儿带走 如果秦敏不要孩子的话 他就把女儿送给别人抚养 秦敏感觉这个事情不办不行了 他就硬着头皮告诉了钱红亮 钱红亮听完以后啊 面无表情地看着秦敏 想了想最后表态说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啊 秦敏就将女儿接来 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 但是秦敏没有想到 他的这个举动 竟然给女儿带来了 意想不到的伤害 孩子的出生 让钱红亮的生活压力倍增 他将怨气撒到秦敏 和秦敏无辜的女儿身上 一旦喝醉了酒 对孩子动不动就 拳脚相加 女儿被打成重伤二级 住进了医院 为规避法律制裁 钱红亮拒不认罪 他以喝醉酒 既不轻为由 拒不承认自己对孩子 实施过殴打行为 那么警方会如何找出 钱红亮施暴的证据 让钱红亮最当其罚 邂逅前男友之后 正在播出 随着时间的流逝 钱红亮的生意并没有好转 而秦敏在十月怀胎之后 生下了一个男孩 钱红亮高兴了没有几天 脸上又堆满了愁容 因为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现在这边已经是一家四口 再加上他留在老家的孩子 他的财政状况日益趋紧 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所以钱红亮的内心就更加烦躁 他天天借酒消愁 一旦喝醉了酒 就肆意打骂秦敏和他的女儿 我不喜欢这个新爸爸 他总是喝酒 喝多了就打我和妈妈 我不想待在这儿 我想回家 秦敏的女儿性格倔强 他不喜欢钱红亮这个新爸爸 一心想拆散妈妈和新爸爸 他就骗钱红亮说 老家的爸爸想让妈妈回去复婚 钱红亮脾气本来就不好 喝酒之后他更加暴躁 听到这些话 他就火冒三丈 对孩子动不动就拳脚相加 对行为的后果也不管不顾 所以钱红亮的家中经常传出哭声 邻居们听不下去了 上前敲门干预 钱红亮不开门 他在屋里冲着外面喊道 这是我自己家的事 你们不要管闲事 邻居们也气愤不过 就多次向警方报警 每次民警来 钱红亮都说 我以后一定改 而秦敏怕民警走后 自己和孩子再遭到他的报复 所以也总是忍气吞声 不要求追究钱红亮的相关责任 直至我们案件 开头讲的那一次 女儿被钱红亮打昏过去 秦敏赶紧打120急救电话 把孩子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秦敏如实地向警方陈述了 钱红亮家暴的事实以后 他告诉民警说 这个家我不想回去了 也再也不敢回去了 民警就联系了当地 反家暴妇女庇护所 为秦敏母女提供了临时吃住 秦敏在临时吃住期间 他想回老家 但是他也有顾虑 因为他过去不听父母的话 现在觉得自己已经无脸再回去了 当地的民政部门 为此做通了秦敏父母的工作 帮助他们母女 顺利地返回了老家 警方对钱红亮家暴案进行立案侦查 经过法医鉴定 小公平的伤构成了重伤二级 警方为此对钱红亮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鉴于这起家暴案件十分典型 检察机关也及时介入引导侦查 而钱红亮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 他以喝醉酒 记不清为由 拒不承认自己对孩子实施过殴打行为 警方在侦查期间 对钱红亮的婚姻情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并没有和老家的妻子离婚 那个离婚证是他买的假证件 所以他的行为不仅仅在这边涉嫌家暴 而且还涉嫌重婚罪 当老家的妻子得知钱红亮的这些罪行以后 已经对他心灰意冷 要求司法机关对钱红亮依法进行处理 钱红亮在侦查阶段始终监口不言 拒不认罪 于是警方来到钱红亮所住的小区进行走访 钱红亮的邻居积极作证 证明钱红亮家多次传出他的骂声 和母女俩的哭声 那么邻居的正言能否成为本案的证据呢 尽管犯罪嫌疑人钱红亮是零口供 但是根据被害人的陈述 法医鉴定 伤情照片 证人证言等证据 本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证明钱红亮的行为 已经涉嫌重婚罪和故意伤害罪 很快 检察机关就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法院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钱红亮 实施家庭暴力 致被害人重伤二级 性质特别恶劣 同时其行为还构成了重婚罪 依法应遇严惩 被告人钱红亮辩解说 自己和秦敏只是同居关系 他们不是婚姻法意义上的家庭 所以他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家庭暴力 他对秦敏母女本来是没有抚养义务的 但是却长期收养了他们母女 所以他希望法院因此对他进行 从轻出发 钱红亮的辩解 就是我们今天案件的法律焦点 怎样认定家庭暴力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家庭暴力下面有一句话 共同生活中的侵害行为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以殴打捆绑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大家知道 家庭是只以血缘和感情关系为基础 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还明确 家庭成员以外 共同生活的人之间 实施的暴力行为 参照本法规定之行 所以说 不管是对家庭成员 还是共同生活的人实施了侵害行为 都属于家庭暴力行为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我们回到本案 钱洪亮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重婚罪 实际上他是家外 还有家 秦敏和女儿 与他在一起共同生活 也属于家庭成员 因此 钱洪亮对秦敏女儿 实施的侵害行为 就是家庭暴力行为 钱洪亮的辩解 依法不能成立 经过公诉人的事理明法 钱洪亮在证据和法律面前 终于低下了头 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表示真心认罪忏悔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被告人钱洪亮 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以犯重婚罪 判处他有期徒刑六个月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三年零九个月 所以讲到这儿啊 我们对家庭暴力这个法典呢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总结 那就是对共同生活的人 不管是家庭成员 还是非家庭成员 只要共同生活中的人 实施的侵害行为 就是家庭暴力 在法院判决以后啊 法案的被告人钱洪亮 他呢没有上诉 而另一位被害人秦敏 他的主观上啊 并没有重婚的故意 在客观上 他清晰了钱洪亮编造的 离婚谎言 而与钱洪亮夫妻相生 并生子 他的行为呢 是鲁莽和轻率的 但是依法不构成重婚罪 所以秦敏呢 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但是他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法院刑事判决生效以后 钱洪亮去服刑改造了 而秦敏母女经过调整 生活也慢慢走上了正轨 但是女儿心理上的阴影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的消散 观众朋友 本案破镜重圆的恋人 没有收获爱情的硕果 反而因家庭暴力 引发了刑事案件 家庭暴力作为侵犯人权 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 行为人应根据行为的后果 分别承担民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钱洪亮以其不是婚姻法意义上的家庭 进行自我辩解 岂不知 共同生活的人 同样受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 他为此受刑事处罚 完全是咎由自取 秦敏轻信 钱洪亮已经离婚的谎言 和他同居生子 行为也是不负责任的 他和女儿所遭受的痛苦 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出轨的丈夫被妻子发现 竟发朋友圈威胁妻子 另一案例中的男子不愿离婚 竟发不雅视频 暴露妻子 两起案件 妻子都遭到丈夫的疯狂威胁 他们该如何自救 丈夫做出疯狂事 下期播出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